翻函数 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函数呢 是一个对应关系 给一个x 那么只有对应一个函数值 f of x 那么这个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都能够对到一个函数值 不能有一个对两个的情况 这个叫做函数 这个对应关系构成一个函数 那现在我们要来讨论 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对应关系反过来 那反过来的话 如果它仍然要构成一个函数 我们这个函数呢 就必须要有所限制 我们就不能够有不同的x 去对到相同函数值的情况出现 那不同的x 对应不同的函数值的话 我们把这种函数叫做 1对1函数 那这种1对1函数呢 在图形上的特性 我们就会有水平线 画一个水平线和图形 最多一个焦点的这种特性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给定一个y值 你只能够找到一个x 来对应这个y值 那就不能够有两个不同的x 对到相同的y 那水平线跟图形 就只能够有一个焦点 如果画一个水平线和图形 会有两个焦点的话 这个时候就代表 我不同的x 却去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f of x 或者我们叫做y 不同的x 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这个就不是1对1函数 那这个水平线跟图形 都只有一个焦点 这就是1对1的函数图形 下列对应关系中 何者为1对1函数的对应关系 那么1对1函数 它的对应关系 本身必须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定义就是说 每一个集合里面的元素 都只能对应一个函数值 不能够有一个对两个 那再加上1对1的条件 1对1我们简单的符号 就是写1对1 1对1的条件呢 就是说不能够有两个不同的x 去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那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不同的x对到不同的函数值 这个就是1对1函数的对应关系 第二个的话呢 123去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这个就不是不是1对1 我们用1对1 然后这个符号呢 代表1对1 1对1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符号 不是1对1函数 因为它有不同的x 去对到相同函数值的情况 第三个呢 2去对到两个值 它就不是函数 函数不能够有一个对两个 那不是函数 当然不可能是1对1函数 第四个的话呢 1234去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它就不是1对1的对应关系 第五个 不同的x对到不同的函数值 这个是一个1对1对应关系 第六个 这个集合里面呢 有一个元素 没有对应出去 那么它就不是函数的对应关系 函数是这个定义域里面的 每一个x都要对应一个函数值 第七个呢 不同的x去对到相同的函数值 它就不是1对1的对应关系 第八题也是有两个不同x 去对到相同函数值的情况 所以第八个也不是1对1的对应关系 所以这八个对应关系里面呢 只有1跟5 是1对1的对应关系 下列合者为1对1函数图形 1对1函数图形 它本身必须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对应关系呢 就是说 你一个x 只能够对应一个y值 那不能够有 一个x去对到两个y的情况 所以函数的判断 图形的判断方法 它要满足垂直线 和图形只有一个焦点 再加上1对1的话呢 这个是水平线跟图形 只有一个焦点 所以我们判断一下 第一个图形我们画垂直线 一个x去对应到两个y值 这个呢 它就不满足 函数图形的特性 垂直线有两个焦点 它不是函数图形 不是函数图形 函数的话 一个x只能对应一个y值 所以垂直线画下去 两个焦点 这不是函数图形 那第二个垂直线 都只有一个焦点 但是我们画水平线呢 会有两个焦点 这个就代表 不同的x会去对到 相同的函数值 它不是 1对1的函数图形 第三个也是会有两个焦点 它也不是 1对1的函数图形 第四个水平线和图形 都只有一个焦点 这个是1对1的函数图形 第五个水平线 有两个焦点 这个就不是 1对1的函数图形 第六个水平线 都只有一个焦点 这个是1对1的函数图形 所以是1对1函数图形的 就只有第四个 和第六个 下列合者为1对1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是比较基本的函数 所以它的对应图形呢 要能够很快地把它画出来 第一个 常数函数 它所对应的图形 是一个水平线 水平线不管 X在哪里 它都是对到 相同的函数值 所以它会有不同 X对到相同函数值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水平线刚好画在 Y等于2的时候 和我的图形 会有无限多个焦点 所以第一个呢 它并不是 1对1函数 第二个 Fx等于X 它所对应的图形 是一条直线 那这个直线 水平线和图形 都只有一个焦点 所以它是 1对1函数 第三个 X平方 这是一个 抛物线 抛物线 水平线和图形呢 会有两个焦点 所以它不是 1对1函数 第四个 三次方 图形 做水平线跟图形 都只有一个焦点 这个是 1对1函数 第五个 绝对值 对应的图形 是一个折线 水平线和图形 会有两个焦点 它不是 1对1函数 第六个 第六个 Y轴的一个图形 这个水平线 有两个焦点 或者我们看 1-1对应的函数值 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有不同 X对到相同函数值的情况 它不是 1对1函数 所以只有 只有第二个 第四个 第六个 跟第七个 这四个图形呢 可以判断出 这个函数呢 是1对1函数 反函数 那么假如 我们这个函数呢 从A集合 对到B集合 这个对应关系 是一个函数 那假如说 我们反过来的 一个对应关系 那B集合 叫做对应域 那我们反过来的话呢 是从 A集合 对过来 所有函数值 所成的集合 这个我们叫做 值域 值域我们用 F of A来表示 现在我们是 从值域 返回去 对到 A集合 假如 我可以找到 这样反过来的 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叫做G 满足呢 X 对到 Y Y是等于 F of X 你把X 对到Y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的 对应关系 把Y 对回去 是X Y Y 对过去 是X G 是把Y 对回去 变成X 的话呢 那么这个 是从 F of A 这个是A F的值域 从F的值域 对回去 A集合 A集合是 F的定义域 那找得到 这种对应关系 仍然是一个 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称 F 是可逆函数 那G 我们就称为 F的反函数 记作 F inverse 负一 这种形式 那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只要 不同的X 对到不同的函数值 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就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反函数 它会有 这一种 什么样子的特性 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很显然 不同的X 对到不同的函数值 这个是一个 1对1函数 1对1函数 原来的对应关系 叫原来的对应关系呢 是把 1对到A 2对到B 3对到C 那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我们就叫反函数 好 现在我们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反过来的话呢 我们变成 从 直欲 反回去 对到 A集合 这个是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那反过来的对应关系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 这个关系是写出的 写反过来 就变成 A 经过反函数 对回去 是1 B 经过反函数的对应 是2 C 经过反函数的对应 是变成3 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叫做反函数 好 这是它的对应关系 好 反函数的定义域 好 我们看一下 原函数 原函数 左边这个集合 我们叫做 F的 Domain F的定义域 F的Domain呢 是原来的 这个集合 就是 1 2 3 这三个元素 所成的集合 它的值域 F的直域 函数值 所成的集合 就是 A B C 这三个元素 所成的集合 那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反函数 反函数的话呢 是变成 从 F的 直域 对回去 好 所以现在反函数的 定义域 反函数的定义域 是变成 从这三个元素 对过去 反函数的定义域 是这个 反函数的直域 反函数对回去 它的函数值 变成 1 2 3 好 所以变成 1 2 3 这三个元素 所成的集合 所以反函数的定义域 跟反函数的直域 好 我们就这样 把它找出来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发现了 有这么一个结果 反函数的定义域 是等于 原函数的直域 反函数的直域 是等于 原函数的定义域 好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有关函数 反函数 之间的性质 反函数的性质 只有在 一对一函数 反函数会存在 它反过来的对应 关系 仍然构成一个函数 反函数的定义域 是原函数的直域 反函数的直域 是原函数的定义域 这个从刚才的例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它的对应关系 假如我们 而F呢 是把X对应到Y 函数的对应关系 X对到Y 反函数的话呢 我们再把Y对回来 变成X 函数反函数 这样对应的话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合成函数 这个合成函数 我们把Y经过反函数 对到X X再经过函数 又对到Y 所以这里看成 反函数跟函数 合成的结果 好像就是抵消掉 好像抵消掉 这个我们叫做 消区率 Y是从 F的直域 直域这个集合出发的 反函数再函数 那如果我们从 F它的定义域 这个集合出发 我先经过F 再经过反函数的话 我们把X对到Y Y再对回来 又是X 也是这两个看起来 是抵消掉 就剩下X 那这两个 我们都叫做 合成函数 反函数跟反函数 合成的一个 消区率 那这个X是要从 定义域 A集合 这里出发 这个叫A集合 这个是F的直域 叫做F A 那我们求反函数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的是 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我知道函数值 反过来要解 X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求反函数的步骤 先把Y写成函数值 然后想办法把X 表示成Y的函数 Y的一个关系式 然后把自变数写成X 也就是说 原来的Y写成X 函数值呢 再换成Y 这是我们习惯上 自变数是写X 函数值是写Y 所以我们把X写成Y的关系式 以后 我们再把X换成Y Y换成X 所以我们在做 XY互换的时候 XY跟YX 这两个点呢 在平面上 它是有对称于 Y等于X这一条直线的特性 这个是Y等于X这一条直线 这里如果有一个点坐标XY 我们对称过去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个点YX 所以当我们在求反函数的时候 做了XY互换这个动作 我们函数跟反函数的图形 就会有对称于Y等于X这一条直线的特性 给FX求反函数4 它的对应值 那反函数的话 它就是一个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我们本来是给X对应函数值 现在呢 我是知道函数值是等于4 那么到底是哪一个X经过F对应以后 会变成4 那反过来的我们找X的这一个方法呢 我们找这个对应值的话 反过来 这个就叫做反函数 那么4到底是由哪一个X对过来的呢 那我们就是解一下这个函数 函数值要等于4 那我们解一下这个要等于4 x3次方加5x减2要等于16 x3次方加5x减18等于0 我们把这个式子因试分解一下 我们做综合出法 我们找一下它的一次因试 我们试试看1 2 1-1 试试看 带进去呢 都不会等于0 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2 2的话 综合出法 1直接拿下来 1乘以2 这个是2 相加2 2乘以2 4 5加4 9 9二 18 然后相加 逗点隔开 这个是0 0是余式 余式是0代表整除 也就是因试分解为 x减2 x平方 加2x 加9 这个二次是 判别式小于0 它没有办法再因试分解 所以从函数值 是等于4 这个条件下来解的话呢 我们只解到一个x 所以表示呢 这个是构成一个函数的对应关系 一个4 我们反过来只能对应一个值 没有很多个来跟它对应 所以我反过来找到 只有2 2可以对应到函数值是4 所以4的反函数值的话呢 就是这个2 给fx 求反函数 并且画出它的图形 fx 这个对应关系的话呢 就是我们 在使用温度的 摄氏温度 变成 华氏温度的 这个 这个对应关系 把摄氏温度 带进去 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就得到一个 华氏温度 那么这个是一次式 这个一次式的话 画出来会是一条直线 那直线画出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 它不是水平线 斜率不为0 所以它会是一个 1对1函数 从图形可以判断 1对1函数 那么求反函数 就依照我们 刚才讲的 反函数的步骤 先令函数值是 y 想办法把x 写成y的关系式 所以9分之9 x就等于 y减掉32 x就写成 9分之5的 y减32 利用这个关系式 换句话说 给一个华氏温度 我也换的回来 变成摄氏温度 那么有华氏温度 换回摄氏温度 这个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我们就叫做反函数 但是我们要表示 反函数的时候 习惯上 自变数 还是写成x 这个x 换成函数值 所以我x 换成y 这里的y 我换成x 这个就是 华氏变成摄氏的一个对应关系 也就是原来这个函数的反函数 反函数呢 我们就依照这个步骤 可以把它求出来 那画出它的图形 这是分别是两个直线 这个是 y等于 5分之9 x加32 它经过的这里是 032 这个点 斜率是5分之9 它的反函数的话呢 这个就是9分之5 x减32 本来经过032 那反过来 这个 翻过来 这个是经过320 斜率变成9分之5 从函数反函数 这个关系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图形呢 它有对称于 y等于x 这一条直线的特性 就好像呢 对着这条直线照 照镜子 那么这两个 折起来的话 刚好会重叠 这个叫做对称 对称于y等于x 这一条直线 给fx等于根号x 求反函数 还有呢 它的定义域跟直域 根号x 函数要有意义 这个是原函数的定义域 原函数的定义域 根号里面 一定要是正的 那根号的值 根号所对应值 也是正的 原函数的定义域跟直域 那反函数的定义域 就是等于原函数的直域 反函数的直域 会等于原函数的定义域 因为它是一个反过来的对应关系 那么要求反函数 我们就依照前面介绍的步骤 第一个先令函数值是y y等于根号x 那么想办法把x写成y的关系式 x就写成y平方 x看成函数值y 也就是反函数 y改成变数x 变成x平方 所以我们就找出反函数 那这个反函数我们的x呢 只能在反函数的定义域 反函数的定义域 就是0到无限大 这个部分变动 所以我们把它的图形画出来 y等于根号x 这个是半个跑五线 它的反函数 y等于x平方 本来是一个跑五线 但是因为x受到 这个定义域的限制 所以仍然是半个跑五线 所以它的反函数 就是这样反射过来 x要大于等于0 对于y等于x这条直线 反射过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两个图形 它有对于 y等于x这条直线的对称形 好像折起来 这两个图形就会叠在一起 所以半个跑五线 它的反函数对应的图形 还是半个跑五线 要注意呢 x的限制范围 反函数的导数 反函数 它的导函数 我们利用导数的定义 现在我们反函数 我们现在把a点 a点呢 那么对应的反函数 我们现在有一个反函数 我们现在要找a点 a点的话呢 它反函数 它对到反函数a 那反函数 它的导数 在a点导数 那么导数依照导数的定义 也就说y 这个一般 这个a点 a点是一个特定点 那如果一般的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x 反函数是把x 反函数 一般的点 我们就是 这里是写x 那对过来就是 反函数的x 一般的点是这样子 好 假如说我们令y 这个是y等于 反函数值 b等于 b等于a 对过来的这个值 好 我们先令这个 反函数的导数 依照导数的定义 x趋近于a x-a 反函数 x-反函数a 好 那我们换成y的话呢 这个变成y-b 除以f of y 减f of b 那这个极限 在x很靠近a的时候 我们就 y y也会有 b近b 这种情况 所以x趋近于a y就会趋近于b 然后呢 我们把y-b 移到分母来 那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 这个对y趋近于b 去极限 这是f'b 也就是说 反过来 这个是a对到b 反过来 这个是函数 函数把b对到a f'b 反函数在a点的导数 等于原函数 在b点的导数 分之1 这个是b点 这个是b 这个是b点的导数 分之1 那这个b的话呢 b我们又可以写成 反函数a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写 或者我们就写 反函数 反函数是在哪一个点导数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成 a我们也可以看成 f'b x呢 就是我们把y对过来 就是f'b 所以另外一种写法 反函数 反函数在a a就是f'b 这个导数呢 就是等于原函数 原函数 在哪一个点呢 原函数 这个是在b点的导数分之1 也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两个的对应点 不是同一个点 这是f'b 这是b 这里如果写a 这个是a的反函数的值 那写成一般的式子 那写成一般的式子 我们看 这个是b b看成特定点 那一般点的话 我们写f'x 这里的话呢 就会是x 反函数在f'x的导数 会等于原函数在x导数分之1 那么反函数导数的话呢 有这个性质 给根号x 这个函数 那我们求F'4跟反函数在2的导数 并且画出它的图形 原函数它的导数我们用导数公式 根号的导数是2根号x分之1 所以F'4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4分之1 反函数依照刚才的求法 y等于更好x x就等于y平方 反函数写成x平方 x要大于等于0 所以反函数的导数会等于2x 反函数在2这个点的导数会等于4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导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么图形画出来 fx等于更好x 原函数更好x的话 这个图形它会经过42这个点 那反函数它有对于y等于x这条直线反射的特性 所以反函数它会经过24这个点 那么一阶导数代表的是切线斜率 原函数在4 在x等于4这个点 它的切线斜率就是等于4 切线斜率是等于4 反函数 反函数的导数 代表反函数在2这个点的切线斜率 这条直线的切线斜率 这个切线的斜率是等于反函数 在2这个地方的切线斜率 那么由于这两个图形有对于y等于x这条直线反射的特性 切线的话呢 也会有对于这条直线反射的特性 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 这里是在4的导数值 而反函数看的是2的导数值 而2就是等于什么呢 f of 4 这个2是f of 4 所以这两个关系 反函数在2 2就看成f of 4 2是等于4的对应函数值 反函数在2的导数 会等于原函数在4的导数分之1 这里是2 这里是4 为什么一个是2 一个是4 因为反射过来 反射过来的话 这里的斜率跟这个斜率 这个呢 这个是m 这个就会变成 这个是m分之1 两个斜率 刚好会有颠倒的特性 但是原函数在4的导数 反函数呢 是在2的导数 2就是等于f of 4 所以验证我们刚才导数公式 反函数在f of b 这个的导数等于f prime b分之1 或者你把这个呢 看成是a a的话你就要找反函数值 这个是等于2的时候 反过来 这个是4对到2 好那利用这个关系式 可以直接求反函数的导数 那假如是积分问题 给一个fx 好我们现在要求 -2到8 反函数的积分值 好那假如说原函数 原函数x3次方加x-2 好我们知道这个呢 会经过0-2 好那假如x等于2的时候呢 2的时候 这个会等于 2带进去 好这个会等于8 原函数的反函数 反函数的话呢 它会经过-20 跟这里 它会经过一个 8 2 这个颠倒过来 反射过来 反射过来 所以现在要求-2 好这个是反函数 y等于f的反函数 我们现在要求 反函数的 -2到8的积分 -2到8的积分 好从-2到8这一段 我们做积分 相当于呢 是要求 这个区域的面积 那这块面积的话呢 我把它画过来 好那其实就是 这块面积 那反函数的积分 我们可以先算什么呢 好我们先算 这个曲线下方 原函数 这个曲线下方 然后 这个上方 好我们先算 蓝色这一块的面积 那算面积的话 其实就是 对原函数 好这个是x3次方 加 x-2 我们做定积分 做定积分 但是我们是做到什么呢 y等于 -2的上方 所以我们是做 曲线下方 减掉 y等于-2 减掉-2 两个函数相减 这个是 这个高度 乘上dx 然后积分范围 积分范围的话呢 这里x是从0到2 我们先积分范围 蓝色这一块的面积 蓝色这一块面积的话 我们用定积分 好 这一块面积算出来 这个反导函数 4分之x4次方 加2分之x平方 0到2带进去 这是4 加上2 等于6 好 我们再利用 这个两个面积相加 这块面积 再加上 再加上 这个 反导数积分的这一块面积 那这一块面积 其实就等于这一块面积 这个会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不是就等于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好 会等于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好 刚才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是等于6 那这个长方形面积 很容易算 这个是2 这个高度的话呢 是等于10 这里是等于20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 6加上多少 会等于20呢 这一块面积 6加上多少 会等于20呢 我们就得到 这一块面积 好 这一块面积 是等于 14 那定积分的几何一 就是面积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一块面积 14 仿函数 从负2到8的积分值 是等于 14 我们就得到